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它要当装饰品卖 大彻大悟 频繁发生没变的菌棒 它是如何靠一碗米饭巧妙化解 一意孤行 它要把低海拔地区的食用菌事业向高海拔转移 山下山上食用菌大比拼 夫妻大对决 谁也想不到决出的竟然是一笔意外财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举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成果 继首届中国大熊猫国际文化周新闻发布会 近年来我国大熊猫保护与研究工作 取得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 野外大熊猫宾威状况得到进一步缓解 圈养种群遗传多样性不断上升 全球大熊猫保护合作平台加快建成 大熊猫科研成果实现全球共享 你好 欢迎收看绿色时空 我是李威 这个月呢 喜庆的日子可是不少 前几天刚过完中国农民丰收节 接着就是中秋节 明天呢 还有国庆节 这么长的假期 您想好去哪儿玩了吗 说到丰收啊 本来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 可是呢 有这么一位叫范玉平的人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想把已经做的风生水起的 食用郡事业从低海拔地区 向高海拔地区转移 从无到有好办 从有到无 妻子可是说什么都不同意了 为此呢 这夫妻俩还大打出手 摆开了一场擂台赛 今天是个欢庆的日子 大家在歌在舞 迎接着食用郡的丰收时节 但是对于范玉平和汤美荣夫妻俩来说 却是喜忧参拜艰难抉择的时刻 妻子汤美荣一如既往 坚持要在平坝地区种植食用郡 毕竟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平坝地区 种过这个郡内 而这个郡内的生长 各方面的因素地区环境 能不能正确 我就百分之百心里有底 但是他猛然直接叫我到 一个很远的地方山上去 而且海拔在一千多米的地方 我就考虑了 万一这个郡内在那个地方不能生长 失败了怎么样 各方面的不适应又怎么办 而丈夫范玉平却一意孤行 执意要在海拔一千八百多米的高山上 重新开展食用郡事业 因为我们食用郡它需要温度25度左右 它才能更好的生长 而这海拔一千八 刚刚这个气候就适合以食用郡生长 还有就是本地周围 我看到了好多玉米干都废弃了 没地方放 如果把它烧了之后还影响环境 而我们的原料就可以用这些废料 把它利用起来做成食用郡原料 所以说就很吸引了我 让我在这里来种植食用郡 所以说就很吸引了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有76个大棚 每年种植食用菌的话是100万代 而年产值就是800万 这里的食用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但范玉平知道 这一切仅限于在平坝地区 在低海坝地区 范玉平决定 把低海拔地区的食用菌 向高海拔转移 它要在海拔1800多米的高山上 种食用菌 它要种一种长着小酒窝的蘑菇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一般来讲好多都说 机枯和平枯它都是一个样的 其实它根本就不一样 怎么说呢 像平枯的话它叶片比较薄 而那个佐勤比较大 最主要的它中间的没有那个欧草 而菊菇就不一样了 菊菇叶片小 那个角质比较长 而它最突出的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个 很大的像小酒窝一样的欧草 范玉平就是要把菊菇 种在海拔1800多米的高山上 这里气候宜人水资源丰富 拥有几股喜欢的一切生长环境 从低海拔向高海拔进军 刚搬进大山就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损失 整个损失呢 总接上去不长 但是又找不到原因啊 袋子坏掉了呢 一下子几百万就没有了 范玉平针对种食用菌的每一项步骤 开始排查 因为我们在平坝地区都种了几十年的菌子了 都是配料啊 用水啊 用石灰啊 都是一样用 为什么我们到山上来呢 一下子就坏了 就搞不懂了 配料没有问题 就意味着菌棒没有问题 目前只剩下大棚了 难道是大棚出了问题 山上的温差也特别大 湿度也特别大 还有我们这边又紧靠大渡河 它晚上一冷 它湿燃了 水蒸气就上来 在山上 我们山上还有几个池子 湿灭都是湖 到时都是 晚上都要起屋 它起屋 那个屋子就 水汽自然就进来了 高山上昼夜温差较大 范玉平习惯性地 把平坝地区的种植方法 照本宣科地搬上山 果然出了大问题 晚上那个空气 湿度大了之后 那个屋子就进入这个棚里面 慢慢知道 有些就会生煤 生水煤 如果它一生煤之后 菌带就坏了 一到晚上 就把遮阴网放下来 这样有效避免了 高山雾气破坏菌带 但是一个月后 两个月后 出锅量依然是微乎其微 最后经过伦科院 他们上来之后 把我们的菌带和菌种 拿去花脸 还有水也带去了 结论出来了 水出了问题 水完全是影子山上的山泉水 远离人烟无污染 怎么可能会是 天然的山泉水出了问题呢 因为山上的水解性太重了 我们实惠又 在那个平坝地区的用法 用量就搞得来多了 多了的话 一下子把那个军师 就受到这儿影响 然后那军师 他菌种接在里面的话 就不生长 或者就生长慢 原来还真是山泉水搞的鬼 山泉水含的碱性成分大 因配料中又要添加生石灰 生石灰也偏碱性 两边碱性一叠加 导致菌带涨不出锅 而解决方法 就是少添加生石灰 平坝地区一个袋子 最多就是赚一块钱 就是一块钱 赚两块钱 而我这儿不一样 我拿下去过一个袋子 最少就是两三块钱 而我还可以剩了三次 一个袋子就是分两 就是剩两块钱嘛 包括三次就是六块钱 所以说比那个传统的 平坝了要多剩几块钱 范玉坪有十几年的食用菌种植经验 光凭着这一娇人的履历 对于高山种植猴头菇 它信心满满 在平坝地区的话呢 我们种植猴头菇也是很多年了 也有一定的经验嘛 而在这个山上来 因为这里的条件比较好 我想把它湿度和温度控制好的话 肯定也一样能种植猴头菇出来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以麦夫 木屑 棉子壳 为主要原料的菌棒新鲜出炉 它们严正以待 为了防止发生霉变 进入大棚前 菌棒必须进行 一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消毒 像我们一般杀菌嘛 它需要一百度以上 而它杀菌的时间 必须在二十个小时左右 一个个满怀希望的 猴头菇菌棒走进了大棚 它们将在这里 开始自己的精彩一生 然而好景不长 范玉萍发现 猴头菌菌棒出现了 大量的霉变腐烂现象 像我们刚刚生产菌带 有十几天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上面的菌带 中间就开始发生霉变了 温度控制在了二十摄氏度左右 通风措施也是严格 按时按点照做的 菌棒为什么还会发生霉变呢 在一次蒸米饭时 范玉萍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像我们在这山上煮饭 不知道怎么回事 每天吃饭的时候 就好像那个饭 就是生酱生酱的 没熟透 类似的现象 还出现在烧水的时候 每次烧水 温度刚刚迈过 九十摄氏度的门槛 水就已经沸腾了 已经烧开了 像我们在这里沙水嘛 那个开水沸腾的 很沸腾的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用温度表云量 它就只有九十来度 原来随着海拔高度逐渐升高 高山上气压低 水的沸点也变低 水会在较低的温度下沸腾 达不到把米饭煮熟的温度 米饭就出现了加生现象 在我们平坡地区 开水如果沸腾了 烧开了 它最少是一百度 而我们要灭菌 比如说针带的话 它必须需要一百度以上 才能很好的灭菌 而这个应该就是 我们在山上 这个菌带没变的主要原因 因为山上的温度 就达不到一百度以上 以前灭菌要达到二十个小时 那么继续拉长这个时间 变成四十个小时 会有效果吗 四十个小时的话 它均力也达不到一百度 只能是说 它蒸的时间长一些 慢慢的时候 也可以给它灭菌 但是这样的话 就增加了很大的成本 又耽搁时间 本来二十个小时就能达到 那么增加四十个小时 又增加一天了 成本物理都浪费了 现在唯一能做的 只有改变灭菌的方法了 我们现在把那个钱 都投在钢管军棚上去 然后买原材料了 而现在的话 你肯定必须要去买 那个高氧灭菌锅 而现在都没钱啊 因为高氧灭菌锅的话 我们采用的是封闭式 而且用锅炉充气的话 就要达到一百多度 所以说它就可以 很好地灭菌 资金短缺让范玉萍左右为难 这时候一个人的出现 彻底解决了资金短缺的棘手难题 主要是对农夫资金的帮扶和支持 尤其是金锐附附附 我们跟他小而行的 把农夫和货作税连接起来 把农夫的资金投入货作税 共同发展 抱团发展 通过货作税增加发展生产收益以后 然后增加一部分收入 分配给这个建党立卡平衡库 那么如果我们的小而行的 是五万块钱 它也就损一收入 它可以从货作税 获得三千块钱的收入 货作税在这地方 然后发展壮大以后 这个金锐附附附 它不返平 它有这个基地 长期的收益 有了高压灭菌过后 果然不图估 长势喜人 它这个品质 肯定很有好处 为什么呢 没收到污染的东西 它肯定就好 而我们的品质 拿到市场上 都受到了顾客的青睐 而好多顾客 都是打电话上来 自己上来采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菌子 都办了有机证 因为现在 大家都要吃这个 放心食品嘛 我们就所以是放心的 绿色的有机食品 种植猴头菇大获成功的同时 帆玉瓶把目光聚焦在了更讨人喜欢的银耳身上 和鸡�银耳身上 和鸡骨不同 帆玉瓶把鸡银耳胀摆在了架子上 把这个鸡耳摆在架子上呢 让它很好了通风 通风效果好了之后呢 它才不容易坏 这样呢才增长它的产量 它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好运的降临 但迎接它的却是一瓢冷水 当头一棒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有一段时间了 我发现我的银耳了 经常别黑了 慢慢地在腐烂 而且还很多 损失惨重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问题又出在哪儿了呢 在我们山上海拔一千八 温度比较低 也比较潮湿 而且我们周围还有几个池子 每天上午的话呢 天气非常好 而中午一到中午 天气就变化大 一下子就下雨 又导致它湿气特别重 特别是晚上和早上 高山上天气是一日三变 早晨还晴空万里 中午就开始下雨 傍晚又是雾气连连 本是引以为傲的高山流水 成了银耳生长的最大制约因素 在平坡地区的话呢 它气候比较干燥 不需要更多的去通风 而在山上呢 它气候特别的潮湿 它必须要定时定样的通风 这样才好 定时定点 打开遮阳网通风 早晨五点钟打开 晚上七点钟落下 常规的通风方法 对于机姑来说非常合适 然而对于娇贵的婴儿 还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通风效果要好一些 而我也发现了偶尔有一些腐烂现象 是不是那个太密了 以前是十个一排 我现在把它改为五个一排 看一下这个样的效果会不会好一些 一排摆十个菌磅太密了 减少成五个 效果果然健好 为了让婴儿的通风效果得到最大化 樊宇萍又把力气花在了大棚上 它要改造原有大棚的结构 以前我们的棚是六米宽 二米五高 空间非常狭窄 通风效果就不怎么好 而现在我们的棚 你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是两个棚连在一起 每一个棚就是八米宽 四米高 两个棚就是十六米宽了 而空间就非常的大 而通风效果就非常的好 所以产量自然而来 就肯定提高很多 因而终于可以在宽敞安逸的环境下 茁壮成长了 像我们山上海拔一千八 早晚的那个温差特别大 这样很好地刺激到 它的生长提高了产量 而且我们山上环境好 无污染 种出来的品质也特别好 像我媳妇在平坡地区 种出来才卖三十多块铁金 而我这儿要卖六十多 这天一位来大瓦山旅游的游客 要买虫草花 但是买菌的方式 有点让人障碍合上 摸不着头脑 有位游客他非常的奇怪 他说买我的虫草花 他不仅要买花 还要把那个菌饼一起买 他说拿回去的话 可以逛官赏 又可以吃 这样子的 很好地启发了我 给了我一定的灵感 我何不把这个虫草花 来搞成那个装饰品来卖呢 把虫草花当装饰品卖 既剩下了采摘的人工费用 还能比以前多卖十多元钱 何乐而不为呢 像我们这个虫草花的话 一般就是十来块铁金 如果我把它当成装饰品卖的话 肯定就是三十块钱一盆 而顾客他拿回去 可以观赏三十来天 想吃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它采下来 泡水喝 炒肉啊 炖汤啊 想吃就吃 想观赏就观赏 他就要去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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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回去送过给父母 他们比较满意 然后这次准备过来 再买一点回去送给亲朋好友 这是大瓦山的特产 大瓦山针嘛 买回去的时候 也可以摆色来看一下 也可以欣赏 而且想吃的时候 直接拿来吃 这不是两全群美吗 挺好的 从山下到山上 从平坝地区到高海坝地区 有的食用菌是打了个时间差 卖上了好价钱 有的是提高了产量 有的是提高了质量 还有的是把美味 卖成了装饰品 还是那句话 只要肯动脑 多动脑 所有的烦心事都会迎刃而解 好 下来再更多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 微博 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感谢收看绿色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 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